耶路撒冷,喜欢吧! 你们妨爱慕祂的,要聚在一起。 你们曾经忧伤的,要尽情欢乐。 好能从祂那安慰的怀里得到保育。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 阿们。 愿天父的慈爱,基督的圣宠,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各位教友,现在我们大家认罪,虔诚地举行圣祭。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,承认我在思远行为上的过失。 我罪,我罪,我的重罪。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,天使圣人,和你们各位教友。 为我祈求上主,我们的天主。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,赦免我们的罪,使我们得到永生。 阿们。 上主,求你垂怜。 上主,求你垂怜。 基督,求你垂怜。 基督,求你垂怜。 上主,求你垂怜。 上主,求你垂怜。 请大家祈祷。 天主,你曾派遣为一圣子,奇妙地促成了与人类之间的和谐。 求你是所有信仰基督的人,尽快准备自己的心灵,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迎接逾越庆节的来临。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,我们弟主,天主耶稣基督,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 阿们。 公督,编年纪下,那时候,所有的师纪、首长和人民罪上加罪,效忧一主所行的一切丑恶之事,亵渎了奋献给上主的烟怒三人圣殿。 他们,祖先的天主上主,由于爱惜他的能名和圣殿,不断派遣使者警戒他们。 无奈他们却嘲笑天主的使者,轻视他的劝告,击讽他的先知。 最后,上主对他的能名大发怒火,以致无法救治。 敌人焚毁了上主的圣殿,拆除了烟怒三人的城墙,烧毁了全城所有的宫殿,破坏了城内珍贵的器皿。 凡是没有死于刀下的人,都被奴到巴比伦去,做巴比伦王和他子孙的卢浦。 直到波斯帝国兴起,这样,就应验了上主借着耶勒米亚所预言的。 这块土地要一直荒击七十年,为要补足那没有被遵守的安息年。 波斯王君弩士元年,上主为实现他借着耶勒米亚所说的预言,就激动了波斯王君弩士的心,使他出了一道造令。 通告全国说,波斯王君弩士这样说,天上的天主上主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, 嘱咐我在犹大的耶勒山儿,为他建筑一座殿余。 你们中间反作他子民的都要到那里去,愿他们的天主上主与他们同在。 上主的圣言,感谢天主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,一想起西游就内流满面,在河边的杨柳树上,挂起了我们的树琴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但是我们现在沦落异域,又只能唱出上主的歌曲。 耶路撒冷,我若是忘记你,宁愿我的右手上师绝迹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倘若不把你当作我最大的喜乐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我若不怀念你,就让我的舌头僵硬,再不能唱歌。 公读圣宝路中途,致阿弗所能书。 弟兄们,天主赋予慈悲,由于祂对我们的深情大爱,在我们因过犯失乐的时候, 却使我们和基督一起生活,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。 祂使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,并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内,和祂一同坐在天上。 这样,祂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,就是祂在基督耶稣内,对我们所怀有的慈爱, 显示给未来的世代。 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,借着信德。 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,而是天主的恩惠, 不是出于善行,以免有人自夸。 原来我们是天主所创造,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。 为的是,要我们在生活中行各种善事,就是天主预先安排要我们做的。 上主的圣言,感谢天主。 基督世界之光,我们赞美你。 基督世界之光,我们赞美你。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,竟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, 使凡信他的能不自善网,反而获得远生。 基督世界之光,我们赞美你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,也与你的心灵同在, 共度胜若望福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,耶稣向尼克德摩说, 梅色在旷野里怎样高举了蛇, 人子也该怎样被举起来, 使所有信他的人,在他内得到永生。 天主这样爱了世人,竟赐下他的独生子, 是凡信他的人,不知丧亡,反而获得永生。 因为天主派遣圣子到世界上来, 不是为定世人的罪, 而是要世人借着他而得救。 信他的人,不为定罪, 不信的人,已经定了罪。 因为他们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。 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是这样的, 光明来到世界上, 世人却爱黑暗,而不爱光明,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。 的确,凡是作恶的都憎恨光明, 也不来接近光明, 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。 然而,旅行真理地就来接近光明, 为了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。 基督的福音。 基督,我们赞美你。 在旧月当中呢, 以色列子民在旷月当中, 他们抱怨美色和天主。 那么后来之后, 天主就开始惩罚以色列子民, 让他们炎炎一息, 被蛇咬得快要死了。 这个时候呢, 于是他们就请求梅瑟, 为他们转求天主。 后来天主告诉梅瑟说, 你做一个铜蛇, 那么把他举起来, 反看见这个铜蛇的人都会被治愈, 都会痊愈。 后来之后, 梅瑟呢, 就做了一个铜蛇, 放在一个木杆上。 所有看到的人都被治愈。 蛇在创世纪当中, 魔鬼附在蛇身上。 但蛇呢, 在旧月当中有另外一个象征, 那就是更新。 因为蛇每年都要脱一层皮, 代表着更新的意思。 这个高举的铜蛇, 高举的那个蛇, 就是预示着将来的,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 当所有的人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, 就会被拯救, 灵魂就会被得救。 这就是耶稣向尼克多姆说的, 每次在旷野里这样高举了蛇, 人子就是指他自己, 也怎样被举起来, 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。 那么呢, 旧月当中的子民, 被咬伤的子民, 看到梅色举起来的铜蛇, 就会被治愈。 在新耶中的子民, 我们看到被高举的耶稣基督, 我们相信他, 就能够得到永生。 那么接着呢, 圣经作者说,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,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, 是凡信他的人不知丧亡, 反而获得永生。 应该在这里已经提到两个信字, 一个就是说, 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内得永生, 信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, 就可以得永生。 第二说, 若王宗族说, 天主将这样爱了世界, 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, 是凡信他的人不知丧亡, 反而获得永生。 那么有一个人, 有些人就说, 一些外交人就说, 这一段圣经啊, 应该改一改, 怎么改呢说,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,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, 是所有的人不知丧亡, 反而获得永生。 不是, 不是的。 若王宗族没有这样写, 没有说是所有的人, 活得永生。 耶稣来是不是拯救所有的人, 是。 但是呢, 若王宗族说的是, 是凡信他的人, 不知丧亡, 反而获得永生。 这一个信字, 就把很多人拒之门外。 那么, 耶稣基督为我们, 被钉在十字架上, 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靠着他, 都能够得救呢? 那结论啊, 在若王福音当中写的就是, no, 耶稣基督来了, 只是拯救那些信他的人。 你不信他, 他没有办法来拯救你啊, 你就没有办法得永生啊。 整部圣经从创世纪, 一直到末世录, 讲的一个中心, 就是一个信啊。 这个信德,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, 非常的重要。 因为我们只有相信他, 我们才能够接受他, 那接受他的, 就是指那些相信他的人。 所以这也是若王宗族所说的, 你说你接待耶稣吗? 接受耶稣吗? 你说我接受他, 接待他呀? 那就是信他。 所以来讲, 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,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。 怎么样呢? 看十字架上耶稣, 以这个样子为人受苦受难死亡的程度, 他本来是天主子, 却为人受苦受难到死亡的程度, 到这个样子。 然后呢, 十凡信他的人不是撒娃。 所以,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德, 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, 而且是必须的。 耶稣呢, 行了很多的奇迹, 那么行奇迹之前, 都是先问问他们说, 你信不信, 我能做这件事呢? 其实, 在这里呀, 我们看到了, 你的信, 关乎到天主的能力呀。 你若不信, 他就不能做什么呀? 马尔古福音记得得非常清楚说, 他家乡的人不信他, 所以他不能行奇迹呀。 你的信和不信, 关乎到他的能与不能呀。 当然我们知道, 天主凡事都能, 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做, 但是你不信呢, 他就没法做呀。 马尔古福音用的是, 他就不能行奇迹呀。 所有在圣经上, 看到耶稣奇迹的人, 那么都是或者信德的人, 如果没有信德, 即便耶稣行的奇迹, 人也不信。 那些犹太人就是啊, 明明耶稣行了奇迹, 驱逐了魔鬼, 而犹太人却不信, 犹太人就是他是张来魔王驱魔, 他是张来魔王叫贝尔泽布的驱魔, 你看这些人, 明明看到了耶稣行的奇迹, 他们却仍然不信啊, 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心硬的人啊。 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, 我们仔细想一想, 为什么这个信对我们这么重要? 圣经上也如此的强调这个信呢? 因为信就如同呼吸一样, 外面天主的恩典包围着我们, 外面的空气包围着我们, 你不呼吸, 那么有一天你被憋死了, 你说看, 没有空气吧。 有些人就不信天主, 然后没有得救, 他说你看, 没有天主吧。 天主的空气已经围绕着你, 只要你一呼吸, 哦, 这果然是有空气。 天主的恩典已经围绕着你, 当你一相信他的时候, 信他的时候, 哦, 你才知道, 你真正获得这个永生了。 所以信是得到天主恩典的法宝, 信就类似于一台电脑的键盘, 我们通过这个鼠标键盘来指挥这个电脑, 这个信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, 我们通过指挥这个方向盘来控制整部汽车, 这个信入了风筝的那个线, 信的话就如同麦克风的这个接收语音的这个孔。 所以来讲, 我们每一个人, 只有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, 相信天主的时候, 其他的天主, 噼里啪啦都给你做好了。 当你不信的时候呢, 那么来讲的话, 你都把它拒至门外了。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讲道理, 传教三年, 各个方面, 无论是医治病人, 复活死人, 无病二语是五千人吃饱, 每一个奇迹都是为了增加人们的信德。 而且他到了外邦人的地区, 他也是说, 你们信不信我能做这件事呢? 那么有一个人就说, 我信, 但是我的信的不足, 请你来弥补我信的不足吧。 你看, 包括耶稣, 现奇迹的时候, 在加拿大婚宴上的时候, 你看也是, 你看啊, 他告诉那些仆人, 把这个缸里灌满水, 仆人灌满是水了, 然后咬出来, 咬出来是水, 送上去, 送上去是水, 他喝点去的, 是酒了, 好酒, 这个仆人啊, 他就相信了, 如果今天是你, 有人跟你说, 耶稣跟你说, 倒点去是水, 咬出来的是水, 那你送上去, 你说我才不去呢, 我找爱卖呀, 为什么我送上去水呢, 但那个仆人, 他就相信了, 接着他们的相信,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, 所以若望宗徒的这一句话, 非常重要, 若望福音三章十六节说, 天轴经这样爱了世界,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, 是凡信他的人, 不知撒亡, 反而获得永生啊, 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着信德, 才能够获得永生, 阿们, 我信唯一的天主, 全能的圣父, 天地万物, 无论有形无形, 都是他所创造的, 我信唯一的主, 耶稣基督, 天主的独生子, 他在万世之前, 有圣父所生,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, 出自光明的光明,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, 他是圣父所生, 而非圣父所造, 与圣父同性同体,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, 他为了我们的能力,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, 从天降下, 他因圣神, 由同真玛利亚取得漏区而成为人, 他在班阙比纳多指证时,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, 受难而被埋葬, 他正如圣经所在, 第三日复活了, 他生了天, 坐在圣父的右边,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, 审判生者死者, 他的神果万事无疆, 我信圣神, 他是主旧富裕生命者,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, 他和圣父圣子, 同受亲宠, 同享光荣, 他曾借先知门发言, 我信唯一自圣自公, 从中途闯下来的教会, 我承认赦罪的圣许只有一个, 我期待是能复活, 尽乃是的生命, 阿们。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, 主教导我们要时常祈祷, 而在此四寻摘期, 我们尤其应该与基督一起警醒, 热忱向天父祈祷。 请为我们的圣教会祈祷, 求天主保护教会, 使教会常做你圣子基督的忠实敬佩,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, 求主福听我们, 求主赏赐所有信仰基督的人, 接近光明, 脱离黑暗, 真正生活在天主圣子, 耶稣基督之内而获得永生,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, 求主福听我们, 请为青年人祈祷, 求主指引他们生活的方向, 便使他们才能顺存你的召唤,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, 求主福听我们, 请为目道者和悔过自心的人祈祷, 求主以慈悲为怀, 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过, 并在他们身上显示基督的宽冷,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, 求主福听我们, 上主恳求祢大发慈悲, 垂世所有全心, 投靠祢的子民, 福听我们的祈祷,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, 阿们, 上主万有的天主, 祈祷给我们饮料, 我们赞美祢,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固的果实, 外面并呈现给祢,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, 愿天主愿受赞美, 上主万有的天主, 祢赐给我们饮料, 我们赞美祢,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固的果实, 葡萄酒呈现给祢,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, 愿天主愿受赞美,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, 王全能地天主圣父,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, 往上主从祢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,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,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主, 上主我们不声鼓舞地向祢承上, 则带给我们救恩的礼品, 恳切求祢帮助我们, 或者真诚与前景的心举行圣祭, 使世人都能获下祢的救恩,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, 阿们, 愿主与你们同在, 与你的心灵同在, 请举心向上,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,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, 这是你所担难的,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,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, 我们实事处处感谢你,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, 并能使人得救, 你祝福我们, 每年要喜心革面, 欢心地准备逾越节的庆典, 使我们能切实奉行祈祷和仁爱的工作, 以灵受崇尚的圣事而获得你无比的恩宠, 成为你钟爱的子女, 因此, 我们随同天使, 总领天使, 以及天上祝圣, 各送你的光荣, 不停地欢呼, 圣圣圣, 上主, 望有的天主,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,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, 奉上主名而来的, 当受赞美,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, 上主, 你实在是神圣地,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,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,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, 你高举祂, 使祂坐在你的右边, 我们靠祂的名肯求你,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, 使成为我们第一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,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,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, 交给他的门徒说, 你们大家拿去吃, 这就是我的身体, 将为你们而牺牲。 晚餐后, 他同样拿起杯来,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, 你们大家拿去喝,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, 贤而永久的蒙约之血,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, 以赦免罪恶, 你们要这样做, 来纪念我。 信德的奥基, 基督, 我们传报你的圣事,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,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宁。 上主,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,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, 救恩之悲,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,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邪, 并因圣神和尔为一。 上主,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,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, 我们的主教方基格与所有主教,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, 都在爱得终日去完善。 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, 然系的兄弟姊妹,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,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。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, 使我们得于舔助之母, 通贞荣父玛利亚, 圣母的敬佩, 圣若瑟诸圣宗徒,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,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,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, 赞美你, 显扬你。 全能的天主圣父, 一切冲敬和荣耀, 借着基督, 协同基督在基督内, 并联合圣神都会于你直到永远。 阿们。 我们既遵从救助的训事, 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, 我们的天父, 愿你的名受显扬, 愿你的国乃宁,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能间, 如同在天上,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愿的食粮,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,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, 不要让我们心于诱惑,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。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, 恩慈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, 更求你大法慈悲,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,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, 使我们前程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助耶稣的来临。 天下万国, 普世权威,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 主耶稣基督, 你曾对宗徒们说,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,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,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,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, 并按照你的圣意, 使教会安定团结, 你是天主永生永亡。 阿们。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,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请大家互助平安。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, 求你垂念我们,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, 求你垂念我们,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,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 请看天主的羔羊, 请看除免是罪者, 蒙昭来佛圣宴的人, 是有福的。 主,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, 只要你说一句话,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 烟露山人的确是一座金城, 有玄伟的建筑, 整齐的侍奴, 各支派, 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, 按照以色列的惯例, 称颂上主的名。 记住身体。 感谢观看。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圣言就是真光 照耀我们世人 求你以圣宠之光 驱逐我们心里的黑暗 使我们思想光明磊落 令你欢心 并使我们对你的笑爱 真诚无畏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力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